1月10日,W年度盛典举行,娱乐圈大批明星出现在红毯上,各个摇曳生姿让粉丝们大饱眼福。 刘诗诗最近的话题度十分高,各大时尚活动也经常看到她,看来是要重拾事业了。 这次W年度盛典红毯上,她梳着麻花辫,穿着一袭黑色礼服线身,又洒又酷,很有故事感。 静静头下,刘诗诗的脸也十分耐打,起码和她的好友杨幂相比,她的状态要好得多。 若说,刘诗诗全身唯一别扭的地方就是她脚上的长靴,总感觉有点累赘,应该换一双剪洁的。 杨幂和刘诗诗前后脚出场,她也选择了一袭黑色酷萨礼服,露着一双大长腿,走起来虎虎生风,很有美感。 静静头下,杨幂的妆容略显脏,显得她比较苍老,生涂稍拉胯,不如工作室晒出的精修图好看。 繁花,大结局刚结束,新直磊的热度十分高,1月10日也出现在了W年度盛典红毯上。 这次的新直磊依旧穿着某奢侈品牌的高定,里面是金色吊带,外面一袭黑色透视罩衫,很有风情。 或许是因为有角色加成,网友们看完新直磊的造型之后,纷纷直呼美番了,迎妈了。 静静头下,新直磊的脸部也维护得很好,不愧是致真元的女老板,就是有风情。 另一个,繁花中饰演灵子的演员马依丽,也出现在了W年度盛典现场,竟然比在剧中还美。 这次在红毯上,马依丽的头发换了一个紫灰色,看起来阳气又简灵,再搭配上简约的黑色长裙,十分亮眼。 周冬雨作为最炙手可热的影后,也出现在了W年度盛典的红毯上。 干净利落的妆容,搭配一袭水绿色高定长裙,全身都不灵不灵地在闪。 只是,周冬雨的身材也太干瘪了。 其他女明星们造型虽参差不齐,但起码看起来很符合自己的年龄。 可中年女星童谣却反其道而行,在红毯上穿着学生装装起了嫩,效果还不好,看起来十分吐气。 置身一片黑色和灰色中,穿着嫩黄色羽绒服的金尘,看起来十分亮眼,发型和妆容都很美。 只是静静头下,金尘的鼻子和嘴巴依旧是硬伤。 鼻子搞得过于高和僵硬,嘴巴动起来就有些嘴歪的迹象, 这丢脸的后遗症,金尘总算是尝到了。 猪猪相比其他女星来说,略显风雨,但却不妨碍她风情万种的美感。 她是全场唯一穿大红色礼服的女星,而且包裹得十分严实, 但她的脸和眼神却无法让人忽视,气场十足,诱惑迷人。 文奇是年轻一辈演员中的佼佼者,各大时尚红毯中时常见到她的身影,一直造型不错。 但这次的W年度盛典红毯上,文奇穿得过于随意,显得身材十分干瘪,也没有吸引力。 静静头下,文奇的下巴好突出,给人一种翘起来的感觉,略失美感。 谁也没想到,全场造型和气质最佳的女星,竟然是曾经的假小子李雨春。 李雨春穿着一袭丝绸高定礼服,上半身西装,下半身脱尾裙,气质和造型完胜,吊打很多女星。 爱妈呀,谁能想到,张天爱的造型这么炸啊? 今晚的张天爱,搞了一个爆炸头,穿着一袭豹纹礼服,活脱脱一个小太妹,造型一言难尽。 海青这几年作品比较少,露面也比较少,大家都快忘了她的样子。 这次出现在W红毯上,她的状态让人大吃一惊,主要是脸部垮得好厉害,感觉都挂不住肉了,状态很一般。 虽然海青的脸让人大吃一惊,但孙丽的状态竟然还不如海青。 首先是发型,孙丽今晚搞的这个发型,让她看起来十分苍老, 凌乱拉她,十分低级。 其次是她的脸,孙丽自来以养生著称,但这几年很明显苍老的厉害, 这次的气色简直差到了极点,网友们纷纷喊话,不要过度养生了。 再看孙丽的腿部,两个膝盖也十分有年龄感,不知孙丽有没有感知到自己的变化。 除了这些状态不太好的,现场也有让人十分惊艳的女星,比如万倩。 之前万倩一直是短发,这次她竟然接了长发,让她的气质大变,竟然十分有杀伤力。 烈焰红唇加长发加高开叉陆被装,让万倩像是变了一个人,网友直呼太惊艳了。 看万倩的脸部静镜头,她保养得也很好,不过貌似现场太冷了,她的鼻头都冻红了。 张军宁自从结婚后,一直没露面,这次也顶风而来,出现在W红毯上。 张军宁是一位运动达人,身材维持得十分不错,只是脸上和脖子上的皱纹怎么那么多呢? 让我们来看看孙丽,这次孙丽穿着白色衬衫裙,走起路来大不留心,很有气场。 不过,高清镜头下的脸部状态被直呼太真实,已经42岁的她脸部发塞明显,双眼满是疲惫感,法令文更不用说,已经有了岁月痕迹。 除了脸部状态,还有人吐槽她的新发型太丑,刘海打得有些薄,看着怪怪的。 不仅如此,拍照时的孙丽还有些微微含胸臀背,仪态确实不够挺拔。 网友纷纷留言说,我的妈呀,她这是咋了?怎么老得这么快呢?才四十出头啊! 看看人家秦岚,杨幂,唐嫣等女星,都是快四十岁了,哪个也没这样? 说实话,她老得这么快是不是跟个人生活习惯有关啊? 一直吃素,一直追求养生的方式生活,一般人真受不了。 早就发现,她从养生开始,五官就有了明显的变化,还强制邓超和她一起养生,感觉这几年邓超老得也很快。 此前,就有人留言让孙丽适度地养生,感觉她的眼睛已经有些外秃,劝她改善一下饮食,甚至有人让她去检查一下身体。 不过,孙丽并不理会网友的意见,而是坚持自己,据邓超透露,夏天临上三十多度时,家里也不能开空调。 不过也有网友说,人家也没有做医美,也没有整容,顺其自然的老去,不是很正常吗? 四十二岁这个状态和普通人一样吧? 这才是真实的女星,比那些每年花费几百万保养的女星强吧。 其实也难怪网友们想得多,作为女星来说,孙丽这个状态确实有些没想到,除了有些老之外,曾经灵动的眼神和五官也没有了。 都说,岁月不饶人,看到孙丽现在的状态,说实话有些心疼,虽然一直以来她不靠颜值只靠演技,但哪个女星能不爱美呢? 适当的保养也应该啊。